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在婚姻当中 先不说夫妻关系如何 光说婚后的婆媳关系 对于女人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结婚之后 如果婆婆对媳妇 百般挑剔的话 凡事只看到媳妇的缺点 看不到媳妇的优点 那婆媳关系就会变得很僵 丈夫夹在中间 也会很为难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 婆媳关系如何 也会直接的影响家庭的和睦 因此对待婆媳关系 聪明的女人会做到以下三点 而笨女人却刚好相反 不把婆婆当亲妈 没有太高的期望 能够用平常心对待 生活中有些女人认为 自己嫁过去 只要把婆婆当成亲妈一样看待 这样婆婆也会对自己好 但是有些事情 你往往期望越高 失望反而越大 聪明的女人 反而不会这样做 因为在不抱太高期望的情况下 自己也就能用够平常心 来看待婆媳关系 与婆婆相处起来 既像朋友又像家人 做到一个儿媳应尽的本分 就算与婆婆关系 没有很亲密 但你也会受到尊重 不把事情扩大化 遇到问题 对事不对人 做到就事论事 有些女人总觉得 在某件事情上 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 面对婆婆的提议 更会一口否决 甚至还会因此 和婆婆大吵一架 但聪明的女人呢 却能够做到就事论事 对事不对人 在某个问题上 即使和婆婆的意见不一致 但这个问题解决之后 依旧和婆婆有说有笑的 这样的女人 在婆婆看来是讲道理的 在婆家也会受到尊重 老公也会觉得你很会处理婆媳关系 对你会更加的欣赏 你们的感情自然会越来越好 不插手公婆之间的事 有些家庭公婆之间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小矛盾 这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个时候 有的女人认为自己应该劝阻一下 本是出于好心 但有的时候好心也会办坏事 公婆会觉得你多管闲事 无论你帮谁都不会给对方留下好的印象 而聪明的女人却不会主动插手公婆之间的事情 毕竟这只是他们之间的私事 作为儿子都没办法插手 你作为儿媳更不适合 更何况这是长辈之间的小吵小闹 小辈还是不干涉为好 正所谓明哲保身 不插手公婆之间的事情 反而会赢得婆家的尊重 所以女人想要让自己在婆家得到重视 在婆家有一定的地位 要靠自己争取 如果能做到以上几点 又怎会得不到婆家的尊重呢 尽管你明白婚姻是需要经营的道理 但也要明白好的婆媳关系 也是你们婚姻幸福的重要因素之一 懂得如何和婆婆相处 摆正自己在婆家的位置 做到明哲保身 有些事情你可以管 但有些事情你却不该管 也不能管 这样婆家才会重视你 老公也会对你另眼相看 也会更加的爱你 好 今天的视频咱们先分享到这里